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29号星期二 亚太时间是10月30号星期三 美国的大选就叫到了 中共比美国人还关心这次选举的结果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试图要改变两个状况 美国刚刚对中共用了狠招 可能会把中共要打残 另一个呢 拜登是默许支持台湾独立 当面曾经对习近平打脸 那今天还会谈到一个内容 是一位大陆的公司老板 一句话惹怒了全网 说家里死人了先臭着 而这句话的背后是隐藏着更多的信息 今天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 发言人林健表示 中共对美邦发布对华投资限制规则 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他声称 中共已经提出了交涉 并且会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利益 中共交涉估计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他说中共会采取什么必要措施 他没有说 我们也想不到中共还有什么样的措施 昨天美国政府决定 从2025年的1月2号开始 限制美国的个人和公司 对中国大陆包括港澳地区进行先进技术投资 包括半导体和微电子 量子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系统等领域 美国认为 禁止这三大类科技投资 对发展新一代的军事监测 人工智能和尖端密码破译电脑系统等网络能力 以及新一代的战斗机等等 都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台证目标是 这些措施就是要确保美国的投资 不会帮助相关国家发展关键科技 然后被用来反过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美国的这项新的制裁令 简直就是对中共的一个夺命所猴绝招 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狠招 为什么说呢 因为在过去很多年中 中国的一些技术初创企业 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等等投资当中 美国的投资者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现在美国在三大类科技领域限制对中国投资 将会对中国产生广泛而且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就是中国企业 从美国获取资金和技术支持 已经是受到限制了 失去美国的投资 中国的初创企业和那些科技研发机构 可能很快就会出现资金短缺 捉襟见肘的问题 没有钱的驱动力 谁还会去玩命给中共干活呢 所以中共的科技创新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谁都知道现代科技发展离不开半导体 这是基础中的基础 涵盖着所有的科技领域 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 而在半导体设计制造设备等等这些方面 美国是有绝对优势的 新的投资禁令之下 中国缺少高端芯片的困境很快就会加剧 没有高端芯片 高端的电子设备想发展完全就是一个空想 美国锁住了半导体对华出口 等于是掐住了中共发展科技的脖子 再有这个量子技术 这是当今的尖端科技领域了 中共已经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似乎也有了一些成果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这个新兴领域的研发 依赖的是跨国合作和资源共享 美国新禁令之下 中共很可能会失去跨国合作的机会 也很难再有哪个国家去跟中共进行资源共享 中共再想从国际社会 堂堂正正的得到相关的技术支持 已经不太可能了 没有国际合作和资源共享 中共的科研机构等于是失去了支撑 中共的量子技术发展势必会受到阻恶 进而影响到中共的军事和商业应用等等这些方面 现在这个世界几乎每个领域都在应用着人工智能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了 包括中共的百度 腾讯和阿里巴巴等等这些科技企业 虽然有一定的竞争力 但是需要指出 AI核心技术 包括先进的芯片等等 依然是在美国手里控制着 优势非常明显 新禁令之下 中国的人工智能相关领域也无疑会受到冲击 三大科技领域同时受到冲击和阻恶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未来的中国会跟美国拉开多大的差距呢 现代设备的更新换代 都知道是很快的 要定期维护和更新软硬件等等 在得不到资金和技术支持 设备又老化的情况下 中国的科研水平 能够维持原有的状态 就已经算是不错了 但是能维持多久呢 中共国会不会倒退几十年呢 徐教指出的是 就算是中国的科技水平 能够短时间内维持原有的状况 但是美国的科技 可不是停滞不前的 是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着 此消彼长之下 中国会落后美国多少年呢 会落后这个世界多少年呢 这就是中共黑客疯狂攻击 美国政治人物的原因之一 下面呢 我们就要说拜登默许支持台湾独立 当面打脸习近平这个情况 大家不要离开 我快速推荐一下 多么揉了玻尿酸面膜 秋冬季节了 人脸呢容易干燥起皮 所以呢推荐大家 用一下这个多么揉了玻尿酸面膜 可以进行保养 我有一位同事 他只用了两次 这个皮肤干燥啊脱皮啊 这些现象呢就基本消失了 这款德国面膜啊 还有美容院级别的高品质玻尿酸 还有抗衰老的五生钛 3000能够深层补水修复 我同事呢把它称作是面膜当中的爱马仕 意思呢就是面膜当中的高端的精品 那现在呢我的个人网站 日快到了 现在呢美国的公民啊都已经开始 陆陆续续去投票点投票了 昨天下午临近五点的时候 我和太太呢去最近的一处投票站 发现我们前面有好多人在排队 因为距离投票站的工作结束时间已经很近了 轮到我们的时候呢 估计应该会超过规定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犹豫要不要第二天再去 可是就在我们犹豫的时候 看到又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 排在了我们的后面 看得出来美国人的投票热情很高涨 因为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 人们都希望自己选择领导人 不过中共啊 可能比美国人更关心这次大选 正在通过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 试图影响大选的结果 《华盛顿邮报》引述三位知情人披露 中共政府附属的黑客组织 闫台风已经搜集到了 美国跨党派政治人物的通话录音 其中一名受害者是共和党及总统候选人 川普的竞选顾问 文章表示 闫台风把川普万斯和哈里斯竞选团队成员 都作为了攻击目标 目前已经攻击了不低于100人 但是《华盛顿邮报》推测 随着调查的深入受害的规模很可能会扩大 目前已知的这些受害者仅是冰山一角 中共黑客为什么疯狂的攻击窃听美国政要的通话呢 因为中共希望提前了解美国政要的主张 然后及早制定应对措施 同时对美国的大选再施加一定的影响 以选出对中共有利的美国总统 从而取消对中共的各项制裁 前面已经说了 美国的最新制裁禁令将会对中共产生广泛又深远的影响 中共国的科技可能会倒退几十年 中共国会不会变成第二个朝鲜 早前看可能是一个笑谈 现在看一点都不可笑 所以中共在这个阶段要拼命的影响美国的选情 以改变这种状况 另外还有一点 中共是希望选上的新领导人能够配合中共的要求 以改变当今世界的格局 特别是希望美国改变对台政策 以帮助中共毁灭台湾 路透社在今天爆出了一个独家消息 习近平与拜登会晤的时候 曾当面要求拜登改变对台湾的立场 但是拜登没有理会当面拒绝了习近平的要求 文章引述两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表示 事情是发生在去年的11月旧金山会晤期间 习近平及其幕僚向拜登和他的团队提出 希望美方在官方声明中修改有关台湾的措辞 从目前的不支持台湾独立改变为反对台湾独立 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 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不断提出这项要求 但是华盛顿始终拒绝改变 大家知道不支持和反对这两个词的含义是不同的 不支持意味着我不赞同 但也不一定反对它有一种中立的意味 而反对那就意味着不仅不认同 甚至可能会采取某种行动来进行抵制 具体的台湾独立 美国政府表示不支持 就是说独立不独立 台湾自己来决定 美国是保持着中立的立场 与台湾的关系呢 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改变 拜登曾经至少四次公开表示 如果台湾受到攻击 美国会兑现承诺保卫台湾 彭博社今天也披露了一个消息 台湾与美国已经正式签署了协议 将从美国采购多达1000架攻击无人机 其中包括价值3亿美元 多达291台的安都里尔600MV系统 以及价值6000万美元 多达720套弹簧刀300无人机系统 这两款无人机系统如果进入台湾的话 那毫不疑问会强化台湾的防御能力 安都里尔600MV系统 这是一款多任务无人机 一个人就可以同时操控多台设备 这种飞行机它的飞行时间 可以长达近两个小时 飞行距离可以达到大约160公里 并且还可以附加弹头 还有红外线热成像镜头等等 所以这个威力是相当大的 弹簧刀300它的体重不足两公斤 这是非常便于携带的一款无人机 而且操作起来相当简单 两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发射任务 它还配有专门的反装甲弹头 可以飞行30公里 在目标的上空盘旋20分钟 直到确认目标才实施攻击 一旦成为弹簧刀300盯上的目标 想逃脱可能性非常低 早年美国对恐怖分子头目 实施斩首多次使用过这种弹簧刀300 台湾拥有了这款攻击性武器 如果中共对台湾发动攻击的话 那么台湾会不会来一个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对中共的领导人发射弹簧刀300呢 我们可以看出 拜登政府对台湾支持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当习近平当局要求拜登改变立场的时候 遭到了拜登的当面拒绝 拜登政府认为中共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 更不会被采纳 并且已经就此事向台湾政府进行了简要通报 不过我们知道中共对台湾可从来都没有死刑过 总希望美国换上一个对中共有利的领导人 以趁机毁掉台湾 但是中共现在有点头疼 对于川普和哈里斯来说 中共不知道该选哪一个 不知道他们两个人当中谁更对中共有利 所以中共黑客在同时攻击着这两个人 以及他们的团队 在实施两头赌的策略 但是中共这个算盘 我认为仍然会落空 2020年大选之前 中共是非常希望拜登能够当选 为什么呢 因为拜登和习近平之间有着不错的私人关系 这是早前的情况 所以中共就试图利用两个人的关系 来改变美国对中共的政策 但事实证明 拜登上台之后 打击中共的力度是丝毫不手软 川普和哈里斯其实也是一样 无论谁成为下一阵的美国领导人 我认为他们都不会改变对中共的政策 打击中共的力度都不会太弱 为什么呢 因为反共这是美国两党之间 屈指可数的共识之一 几乎成了政治正确的事 所以中共的大梦最终还是会破碎的 说完了这部分内容 我们下面再来说说 堪称年度最雷人的一句话 家里死人了先凑着 昨天有一张微信群的聊天截图 被人们传疯了 一个叫蒲小江的人对群内的所有成员说出了这句震三观的话 有最新消息表示说这个蒲小江已经在工作群和朋友圈里面发出了道歉声明 但是仍然没有平息人们的愤怒 时间的数字显示 蒲小江说这句话的时间是在昨天下午两点多 这个蒲小江说 既然到了本项目 首先是以项目工作为主 家里死人了先凑着 把项目事情安排好 再处理个人事情 可能是我个人主义吧 不知道是否认可 这段话被人截评之后迅速就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尽管蒲小江很快就做出了道歉声明 并且表示要改正错误真诚待人 但是网民并不接受 不断的有网民对他进行嘲讽甚至谩骂 并且还曝光了他的一些自然讯息 家里死人了先凑着 这句话显然就是告诉员工 家里死人也不许请假奔丧 因为项目更重要 即使是尸体发臭了 也得先把项目的工作做好 这样的要求 意味着员工是不能有感情的 也不能有个人的生活 甚至连最基本的伦理道德都被剥夺了 人们打工为的是什么 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养家糊口 维系整个家庭 怎么可能完全抛下亲情和家庭责任呢 如果对家庭都不闻不问不理 那这个人还是一个正常的人吗 网民不买账的另一个点呢 是因为不知道是否认可这句话 带有强烈的压迫感 明知道你们不会认可 但是你也得认可 如果不认可可以走人呢 但是他明知道你不敢走人 这种管理方式 事实上是把员工当成了工具人 当成了实实在在的牛马 因为这些原因 蒲小江很快就被更多的人知道了 很多网民在标赃化的同时 也有人翻出了他的一些个人资料 根据网民的爆料 蒲小江是四川绵阳盛新通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老板 也是公司的法人和实际控制人 持有所有的股份 天眼查的讯息显示 蒲小江的公司从事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成立还不到两年 注册资本高达500万元人民币 这个注册的金额已经超过了四川省65%的同行业 我们不知道蒲小江背后是不是有什么背景 另外还有网民是曝光了蒲小江的个人支付宝账号等等 这些我们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蒲小江说的这段话 其实在我看来也反映着中国大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老板为了追求利益 就强迫员工去做各种事 不把员工当人看 这种缺少人情味的企业与雇主的关系 折射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冷漠以及利益至上 这样的情况恐怕只有在中共统治的社会才有 这是中共特色 另外蒲小江说出这种话 也是中国经济状况的一种反应 中国整体经济都很糟糕 企业关门倒闭的非常多 那现在人们有一份工作就觉得很不容易了 所以宁可忍气吞声委屈求全也不敢轻易去离职 蒲小江们正是摸准了这些工人员工们的心理 所以才敢说出这种没有人情味给人压迫感的话 很多人骂蒲小江 其实在我看来更应该骂的是中共 是中共不断地向人们灌输变异的观念和思想 让人们只看重利益 淡化甚至失去了人性 是中共不断地折腾 中国经济才如此的糟糕 没有选择余地的员工 才不得不被迫去做牛做马 苟且偷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订阅 同时加按小铃铛 如果您愿意支持我 视频下方有捐款链接 大家可以对我进行资助 我们的资助也在我的个人网站里面 这是我新推出的网站 这里边还在完善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更多的支持 有空的时间可以到李牧阳.us去转一转 这就是对我的一种支持和鼓励 好了 各位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看 咱们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